人类最古老而又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 而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恐惧是未知 欢迎您收听由卡逊博奖的短篇小说集 克苏鲁神话传奇 作者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可拉夫特 第一集 一本人之见 这个世界最仁慈的地方 莫过于人类思维无法融会贯通它的全部内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名为无知的瓶颈小岛上 被无穷无尽的黑色海洋包围 而我们本就不该扬帆远航 科学 每一种科学都按照自己的方向勉励前行 因此几乎没有带来什么伤害 但迟早有一天 某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拼凑到一起 就会开启有关现实的恐怖镜像 皆是人类在其中的可怕处境 而我们 或者会发疯 或者会逃离这致命的光芒 躲进新的黑暗时代 享受那里的静谧与安全 神智学者曾经猜想 宇宙拥有宏伟的不可思议的循环过程 我们的世界和人类在其中只是匆匆过客 根据他们的推测 有一些造物能从这样的循环中存活下来 在虚假的乐观主义外壳下 他们的描述会让血液结冰 本人 见过一眼来自远古的静寂之物 但并非来自神智学者的知识 每次想起都会让我毛骨悚然 每次梦见都会令我发疯 和窥见真实的所有恐怖遭遇一样 那一眼的缘起 也是因为互不相关之物 偶然拼凑到了一起 在这个势力中 是一份旧报纸 和一位逝世教授的笔记 本人忠心希望 不要再有其他人拼凑出真相了 当然 只要我活着 就不会有意识地 为这一可怖的联系 提供关键的链条 我认为 那位教授同样打算 就他所了解的知识 保持沉默 若不是死神 突如其来地带走了他 他肯定会销毁自己的笔记的 本人对此事的了解 始于1926年至1927年的那个冬季 我的书祖父 乔治·甘默·安吉尔 不幸逝世 他生前是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 布朗大学的名誉教授 专攻陕米特族的各种语言 安吉尔教授 是声名远播的古名文权威 各大博物馆的头面人物 经常向他请教问题 因此 该有许多人记得 他已92岁高龄过世的消息 但在他的家乡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神秘死因 教授下了从纽波特回来的渡船 在归家路上 突然与世长辞 从岸边到他在威廉街的住所 有一条陡峭的坡道洁净 据目击者说 一名看似海员的黑人 突然从坡道旁的一条岸向冲出来 粗暴地推了他一把 随后 教授倒在地上 医生 没有发现明显的身体问题 在一番不知就理的讨论后 得出结论 称他的年纪太大 过于陡峭的坡道给他的心脏造成了某种不明损伤 最终导致死亡 当时 我没有理由要反对医生的判断 但最近我却开始怀疑 哦不 远远不只是怀疑 书祖父的妻子早已过世 他们没有孩子 遗产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就成了我 我有义务仔细查看一遍他留下的文件 为此将他的全部卷宗和箱子 运到了我在波士顿的居所 整理出的大部分资料将交给美国考古学会出版 但其中一个箱子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我非常不情愿向别人展示它 这个箱子原本是锁着的 找不到钥匙 直到我想起了教授总是装在口袋里的那串钥匙 我成功地打开了它 眼前却赫然出现了一道更加难以逾越 封闭的更加严实的障碍 箱子里有一块怪异的陶图浅浮雕 还有诸多杂乱无章的字条笔记和简报 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说我的叔祖父到了暮年 也开始清醒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骗局了吗 我决心要找到那个偏离正轨的雕塑者 他应该为搅乱一位老人平静的心境负上责任 这块浅浮雕大致是矩形 厚度不到一英寸 长宽大约五英寸乘六英寸 看起来像是现代作品 但图案在基调和运意上都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 虽说立体派和未来派有许多狂野的变种 然而很少能重现潜藏于远古文字中的那种神秘的规则感 这些图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显然是某种文字 尽管我已经颇为熟悉叔祖父的论文和藏品 却无论如何也分辨不出 这个浮雕上的字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文字 甚至想不到它与哪一种文字有着最微弱的相似之处 在这些看似象形文字的符号之上 有一幅指在图示某物的绘像 但印象派的手法却未能清楚地表现出那究竟是什么 它似乎是某种怪物 也可能是符号化表现的怪物 那个形象只有病态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 假如我说我那或许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同时看见了 章鱼恶龙和扭曲的人类 应该也没有偏离这幅画像的精神 头颅质地柔软 便富触须 底下的躯体骑形怪状覆盖着鳞片 长有发育不全的翅膀 而最让人感到惊恶和恐怖的是 它整体的轮廓 整个形象的背后 能隐约看见满石堆砌的建筑物 与这件怪异物品放在一起的 还有一些文字资料 除了易达尔简报之外 无疑都是安吉尔教授不久前写下的手稿 而且绝对不是文学作品 最主要的一份文件 以克苏鲁异教为标题 这几个字一笔一画写得非常清楚 以免读者看错这个文所未闻的词语 这份手稿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 1925年 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 托马斯街七号之HA 维尔考克斯的梦境及梦境研究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 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 彼安维尔街121号之 约翰R来格拉斯巡官 在美国考古学会 1908年大会上的发言 及同一会议上的笔记 和韦伯教授的报告 其余的手稿都是简短笔记 有些记录了许多名人名士的离奇梦境 有些是神志学书籍和杂志的摘抄 还有一些是对渊远流长的秘密社团 和隐秘异教的评论 笔记中引用的篇章 来自神话学和人类学典籍 例如弗雷泽的金枝 和莫莉小姐的西欧的女巫异教 简报的主题是 异乎寻常的精神疾病 和1925年春爆发的 集体狂躁与荒唐行为 那永久沉睡的并非王者 在漫长而奇异的时光中 即便死亡也会消失 请继续收听 由卡逊博奖的短篇小说集 《克苏鲁神话》 作者霍华德·菲利普 洛夫·克拉夫特 手稿正片的前半部 讲述了一个异常离奇的故事 根据叙述 1925年3月1日 一名瘦弱英语的年轻人 前来拜访安杰尔教授 他看起来紧张而兴奋 带着一块古怪的陶土浅浮雕 浅浮雕当时才刚做成 还非常潮湿 它的名片上印着 亨利·安东尼·威尔考克斯 我叔祖父认出了这个名字 记起它来自一个 与我叔祖父略有交情的显赫家族 是家族中最年轻的子嗣 近年来 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雕刻 独自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百合公寓里 威尔考克斯是个早熟的年轻人 公认天赋过人 但生性古怪 从小就喜爱讲述 诡异的故事和离奇的梦境 因而颇受众人瞩目 他自称精神高度敏感 而居住在这个古老商业城市的沉稳家人 只是认为他为人怪异 他从不和亲属来往 渐渐消失在了社交事业之外 如今 仅在来自其他城镇的 唯美主义者小团体里 享有名声 就连致力于维护其保守倾向的 普罗维登斯艺术俱乐部 都认为他无药可救 按照手稿的描述 在那次拜访中 年轻的雕塑家唐兔特请求教授 运用考古学的知识 帮助他辨认潜伏雕上的象形文字 他说话时 神情恍惚而不自然 显得做作又疏离 我书祖父在回答时 语气有些尖刻 因为这块潜伏雕明显是新做出来的 与考古学不可能存在任何联系 而威尔考克斯的回答 给我书祖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事后能够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这段话反映出的空患诗意 无疑是维尔考克斯式的典型语言 我后来发现 这段话高度体现出了他的性格 他说 对 这是新做的 是我昨夜在怪异城市的梦中做的 那些梦 比曼生的第二城 沉思的斯芬克斯 和被花园缠绕的巴比伦都要古老 接着 他开始讲述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 那故事 突然幻想一段沉睡的记忆 勾起了我书祖父的狂热兴趣 前天夜里 发生了一次轻微的地震 但在新英格兰 已经是多年来感觉最强烈的一次了 维尔考克斯的想象力 应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入睡后 他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梦 梦中 他见到了满石堆砌的城市 庞然石块和插天石柱 比比皆是 全都沾满了绿色粘液 渗透出险恶的恐怖气氛 墙壁和石柱上 覆盖着象形文字 脚下深不可测的地方 传来很难算是声音的声音 那是一种混沌的感觉 只有靠想象 才能将它转化为声音 他在其中 勉强捕捉到了一些 几乎不可能发音的杂乱字母 正是这两个杂乱的词语 打开了记忆之门 使得安吉尔教授既兴奋又不安 他以科学研究的谨慎态度 盘问雕塑家 以近乎狂热的镜头 研究那块浅浮雕 因为年轻人从梦中渐渐清醒过来 困惑地发现自己正在做这个浮雕 身上只穿着睡衣 冻得瑟瑟发抖 维尔考克斯后来说 他疏祖父称 要不是他上了年纪 肯定早就认出浮雕上的象形文字 和怪异会像了 维尔考克斯觉得 教授的许多问题离题万里 尤其是试图将来访者 与离奇异教或秘密社团 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问题 更让维尔考克斯难以理解的是 教授一遍又一遍 保证他会保持沉默 希望能换得维尔考克斯 承认属于某个 知凡夜貌的神秘社团 或异教组织 教授最终相信了 雕塑家确实不了解 任何异教或秘密团体 他恳求来访者 继续向他报告以后的梦境 这个要求定期结出果实 在第一次面谈后 手稿每天都会记下 年轻人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中描述了 令人惊诧莫名的梦点片段 其中总是有 可怖的黑色蛮石城市 和低躺粘液的石块 还有从地下传来的叫声 或智慧生物的单调呼喊 这些声音有着不可思议的情感冲击力 但内容永远难以分辨 其中 重复的最多的两小段音节 转化为文字就是 克苏鲁 拉雷耶 手稿继续写道 3月23日 威尔考克斯没有联系教授 联络他的住处后 教授得知他染上了不明原因的热病 被送回了沃特曼街的家中 他半夜大喊大叫 吵醒了那幢楼里的另外几位艺术家 之后 时而失去知觉 时而陷入缠望 我叔祖父立刻打电话到他家里 从此开始密切关注他的病情 得知负责治疗威尔考克斯的是一位脱比医生 于是经常打电话到医生在萨尔街的诊所 听起来 年轻人被热病 折磨的头脑 沉迷于各种怪异的幻觉 医生转述时 偶尔会毛骨悚然地打个寒战 其中 不但有他先前梦到过的内容 还提到了一个高达数英里的庞然巨物 他或走或爬地缓慢移动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给详细描述那个巨物 只会偶尔吐露一些疯狂的直言片语 听着托比医生的转述 教授确定 他一定就是年轻人在梦中雕刻出的那个无可名状的极形怪物 医生还说 每次只要这个巨物出现 紧接着年轻人必然会失去意识 奇怪的是 虽然他的体温并不特别高 但从整体情况来看 却更像是真的在发烧 而并不是患上了精神疾病 4月2日下午3点左右 威尔考克斯的所有症状突然消失 他在床上坐起来 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家里 从3月22日夜间到此刻发生的所有事情 无论是做梦还是现实 他都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医生宣布 热病已经痊愈 三天后 他回到了原先的住处 但对安杰尔教授来说 他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随着身体的康复 奇异的怪梦 消散得无影无踪 从此 他讲述的全是普普通通的幻梦 毫无意义 且无关紧要 一周之后 我叔祖父 就不再记录他的梦境了 手稿的第一部分 到此结束 但索引的某些零散笔记 成了我进一步思考的材料 他们为数众多 事实上 我之所以依然无法信任这位艺术家 仅仅是因为塑造本人世界观的 是根深蒂固的怀疑论 这些笔记是不同的人 对各自梦境的描述 都出自年轻人维尔考克斯 陷入离奇梦境的那段时间 我叔祖父 似乎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 庞大而广泛的调查计划 能受他盘问 而又不生气的朋友 几乎全被包括在内 他请他们报告 每晚做了什么梦 还有过去一段时间内 值得一提的梦境 及做梦日期 对于他的请求 人们的反应各自不同 但总的来说 他确实获得了很多反馈 普通人 如果没有秘书协助 恐怕无法处理 如此海量的材料 原始文稿没有保留下来 但他摘录的笔记 完整而详尽 上流社会和商界人士 这些新英格兰传统的中间分子 差不多全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只偶尔有零星几个人 在夜间有过不安 但难以形容的感觉 都是在3月23日到4月2日之间 也就是年轻人 威尔考克斯 出现缠忘的那段时间 科研人士受到的影响略大一些 但也只是肆立模糊的描述 称他们瞥见了奇异的地貌 其中有一个人提到了 对某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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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